抗战期间 他率军转战长城内外 恶受要塞 他呢 善意结合 战场的形式 做出极端 他用兵稳健大胆 尤其擅长夜间突袭 玉林晚上的时候 日本的空军 他的火炮都没办法使用 在与日军的激烈作战中 历经各种险境 却毫泛被损 郑东国就慢慢地 这部队里面对他有评价 就是说他一个福 是个福价 远赴一面 与盟军一起抗日的重要作战任务 为什么蒋介石钦点 他担任指挥 每个人的一块 你得要战功 同时这个人 他这个性格温和 善业协调 好相处 所谓唯一一位 冒名顶替进入黄埔的学生 传奇将军 郑东国在抗日战争中 有着怎样的不还经历 天涯共刺时 携手郑东国长孙 郑建邦 一同为您解密 您将郑东国的抗战生涯 1933年的远远一号 残忍的日本关东军 一路向山海关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郑东国所在的第二十奉命 赴前线与日军决一死战 后来在抗战期间 郑东国又转战长江上下 应免抑郁 涌错敌风 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 抗战名将 郑东国背后的戎马生涯 长城千百年来 一直屹立在中国的北部山巅 见证着无数次的浑烟与战互 日本占领东北之后 尤其对连接东北与华北 位置重要的山海关垂涎已久 日军很早就开始秘密筹备 寻找合适的时机 突袭山海关 1933年元旦这天 夜里11点 战争的姻缘再次笼罩在长城上空 尽管山海关一带的长城地势险要 一手难攻 但是奉命驻守的国民党军队 面对的是实力空前强大的日军 在飞机战车大炮等 优势火力的惶恶烂炸之下 日军不断冲动 给坚守山海关阵地的部队 带来巨大伤望 就在前线将士流血流汗 与日军拼死一搏的时候 国民政府的态度 却让人一时间难以捉摸 当时国民政府的态度是消极妥协 他的政策是叫一边抵抗 一面交涉 所以抵抗主要是让当地的部队 东北军啊 西北军的抵抗 中央军开吐是按兵不动的 交涉他主要想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 南京国民政府的这种做法 立刻激起了全国军民的愤慨 当时平坚的各界群情激愤 纷纷致点中央要求抗战 1933年春 这一天 郑栋国所在的部队 收到上级的紧急指令 要求迅速赶往长城一线 迎战来犯的日军 此时年仅30岁的郑栋国 凭借他出色的军事才华 已经担任旅长的职务 在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潮鼓舞下 奉命北上抗日的部队士气高昂 郑栋国与官兵们摩拳擦掌 准备与敌人决意死战 那能不能介绍一下 当时就是敌我双方的这种军事实力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距 当时日本出动关东军三个师团 兵力将近七万人 再配合飞机打跑 所以整个日军的兵力跟火力 是相当大的 兵分四路向热核押近 那上海关这方面 当时东北军是合助国的部队在束手 作战相当的激烈 所以这个日军虽然拿下了三海关 但是在这一方面 这个中国军队的这个作战意志 这个还是比较强烈的 所以他们就这个集中在第三跟第四路 然后突破了热核的这个防线 拿下了这个陈德 当时热核的省会陈德 所以陈德就这个沦陷了 沦陷了以后啊 整个日军的冰封就压到了这个长城县 1933年春 惊心北侧 古老的长城正经出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 从辽西一带侵入热核的日本关东军各部 以迅猛的进攻打垮了热核境内的中国军队 仅仅十几天时间就占领了热核首府成德 热核沦陷之后 日军各部迅即向处于热核河北交界的长城一线南进 企图占领长城各主要关口 对此时的中国来说 一旦丢失长城各关口 将意味着华北广大地区从此将无险可守 时刻处于敌人的威胁之下 那等到二月啊 这个随着这个国内这个人心的一个这个激昂 那纷纷这个文殿要求这个南京政府要抗战 所以蒋介石大概也体会到了 体认到了整个这个内部的一个这个形势 所以蒋介石在这个33年的二月以后 大概就把这个中央军这支禁旅就派到这个北方 那结合当时东北军的旧部 以及这个靖衰军 就是延熙山的这个两个部队 一个是傅作义的部队 一个是商政的部队 那还有原西北军改编而成的这个二十九军 所以有这个几支部队 大概人数是超过十万人 来抗拒这个日本的这个入侵 那当时主要的战场就在长城沿线 在得知中国军队在长城一带集结的消息之后 日军为了确保取胜 派出了当时气焰十分嚣张的关东军第八师团 强敌来犯 中国方面为了守住长城各重要关口 急忙抽掉各处兵力参战 包括当时的中央军 东北军 西北军 禁军等各派系的军队 开始沿长城一带紧急步伐 古北口 被云密云县城东北百余里的燕山山脉 因为独特的险要形势 被称为静师所跃 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从热河守护承德到北平的大道就在古北口穿行 因此连接北平与承德位置显要的古北口 从战争一开始就注定成为双方攻守的焦点所在 郑重国当时是作为第四里的旅长 这上面给他用主要是所谓古北口的叫南天门这个阵地 南天门阵地是古北口一个核心阵地 它阵地的正面有石滑里 阵地的左翼是朝北河 右翼就是长城城墙 这个阵地里面有两个要点 一个就是长城藤墙 有个叫八道牢子 就是八道碉堡 再一个就是这个阵地的中断 有个叫四二一高地 他们这个郑重国的部队到了这个长城的时候 那个第25师已经在打了几天了 这个部队这个损失很大 就撤下去了 他们这个第四里的部队 包括第六里的部队 刚接收了这个南天门的阵地以后 日本人就给他那个下马威 就四月二十号 日本人组结一个大队 在一个汉奸的带路下 就摸上了长城 把这个八道牢子这个高地 把他拿下去了 这个就是事关重大 当时的军长齐廷尧 听到这个消息 非常愤怒 就命令这个第二次的师长 黄杰 说你这个阵地怎么丢了 就怎么拿回来 八道楼子是古北口一带重要的制高点 站在这个位置 可以平楼俯瞰长城外的古北口镇 可以说谁若占据此地 谁便可以用火力控制古北口全镇 八道楼子路途选要 当时的师长黄杰放松了警惕 认为日本兵穿军靴 无论如何爬不上这几座碉楼 所以只排了一个连的兵力住房 没想到吃了大亏 这一制高点被日军抢占 失利之后 黄杰面临着上级的严则 他内心十分清楚 制高点对作战的重要意义 所以此时的黄杰连指挥所也不敢呆了 赶紧带着人到一线督促军队反攻 然而国民党部队在黄杰的指挥下始终没能夺回八道楼子 无奈下的黄杰回到指挥所里 想着要尽快派合适的人去前线 这一重要任务最终落在郑栋国头上 黄杰决定把这块硬骨头交给他来看 现郑栋国皇冠前拿下尸首阵地 所以部队作战非常的困难 第一军日本人他的武器 他兵力是占了优势 当时这个启风考的二十九军打得很强 很弯强 所以日本人把那个主要兵力 大部分兵力转移到了古北考 所以部队这个作战非常困难 这个北方已经是隆东 这个二月天 可是南方的话 这个他基本上在这个剿工的时候 他们还是部队穿草鞋 比较适合南方的山林作战 所以部队在北上的时候 这个郁韩的这个衣物 其实是不足的 那一直到了这个北平的时候 北平的这些地方人士父老 靠着捐献物资 然后才让这些军队换装 郑栋国率部开始南天门战斗的时候 局部的战争形势是日方高处守 中方向上攻 中国军队处于不利地位 在郑董国的指挥下 部队从下午一点开始发起进攻 达到下午三点的时候 他手下的两个团几乎都压了上去 然而伤亡过半 损失惨重 战斗中 日军方面一个中卫军官被打死 多人死伤 但这并没有影响日军的作战计划 此时战尽优势的日军 甚至在坚守阵地 并与郑栋国正面作战的同时 还分出兵力 对其他碉楼展开猛攻 战斗达到1933年4月22日 上午11点 中国军队不仅没有攻下制高点 反而向八道楼子上的碉楼 丢得一干二净 那么最终提到长城抗战的结果是什么 为什么会导致那样的一个结果 长城抗战的结果 他是因为国民党这种消极抗战的 这种政策导致部队投入不足 并且他还是希望通过谈判 外交努力来消除冲突 最后是部队在前边一边打仗 这个很艰难的 他能有投入兵力很少 中央军都投入了一个军 然后当敌人援兵不断 所以前面不断地告急 然后后面就加紧谈判 然后最后到了5月3月1号 这个就跟日本人达成了一个 对中国非常体辱的弹股协定 弹股协定等于就把中国的东北 包括热火就让日本占领 然后把这个季东啊随北啊 在一片作为军事自由进出期 就让狱军可以在自由活动 所以为了就为以后 已经进一步轻松控制华北 进一步发动情话 战争埋下了火根 长城抗战 郑东国目睹了自己带领的 无数官兵和战友牺牲 然而国运不济 最终南京国民政府的意志 唐姑协定将华北暴露在日军的铁蹄之下 此后郑东国辗转其他战场 每当他想到那些阵亡将士的中骨 长沿于长城脚下 都更加坚定了自己 与日军战斗到底的信念 郑东国是湖南石门人 出生于1903年 早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五四运动 1921年 他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 然而时局纷乱 讲武堂不久停办 郑东国扫兴而归 到了1924年 郑东国听闻同乡要去报考广州黄浦军校 也开始跃跃欲试 我们知道郑东国有在黄浦军校 学习的这样一段经历 那最初他是怎么加入到黄浦当中去的呢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郑将军是湖南石门人 他是接受新式教育的 一路读到了石门中学 石门中学毕业以后 因为当时国共合作之下 苏联援助国民党 在广州成立了军官学校 这是后来的黄浦军校 这个消息其实很快就传遍了各地 所以郑将军当时就决定 他要投考黄浦军校 所以后来他就来到了广东 不过因为他接到的讯息太晚 当时已经过了报名的时间 所以刚好他碰到了一个同乡 叫做黄浦 这位黄浦已经考取了黄浦军校的第一期 但是因为他当时来广东的时候 就怕自己考试没有考上 所以他就连续报了两次的名字 报了两次名他已经考上了 所以第二次的报名他就不用再去考了 就等于说就有了一个名额 所以他就说 让给郑冬国 郑冬国你要不要就顶我的名字去考试 冒名顶替 对对对对 这冒名顶替 虽然参加黄浦军校的入学考试是冒名顶替 但是郑冬国还是凭借过人的素质 成功地被录取 进入军校之后苦恼紧随而来 顶着黄浦知名的郑冬国 与黄浦本人恰好分在同一个队 每次点名的时候两个人都抢着回答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一天晚上 郑冬国实在难掩自己的不安情绪 决定向区队长坦白 将事情一五一十地讲出来 当时据我祖父给我回忆 他说当时他说的时候 那个区点以为是多大的事 还是脸色很严肃 听着听着他就不由自主地笑了 说这样吧 你这个事我知道了 我跟校部反映一下 你就听后安排吧 就这么说了几句话 过两天就是很简单 就把那个名字就改过来 就由黄浦改成郑冬国 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校方了解情况以后 也同意郑冬国继续留在军校读书 并且改回了他本人的名字 就这样 郑冬国成了黄浦军校 唯一一位冒名顶替参加考试 考来的将军 前几年 在这个广州黄浦论坛上 台湾来了好多退役的将领 我都讲这个事 我说黄浦军校史上 唯一的一个冒名顶替的 就是我的祖父 我说这个事如果发生到今天 谁冒名考到北大清华 这是个很严重的错 甚至是犯罪了 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 这些有志的青年 他们报考军校 没有任何个人的那些图谋和打算 来了 就是准备为国家为民族献身 所以当时的学校 当局也对这些青年的这些心思 也还是很体谅的 从黄浦军校毕业之后 郑栋国随军北伐 并在多年的军事生涯中身经百战 长城抗战开始后 郑栋国是最早一批 投身抗日最前线的将领 长城抗战失败之后 转眼到了1937年 卢沟桥枪声响起 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 正式拉开序幕 那么后来随着这个七七事变 全国抗战就开始了 那么在38年3月 当时郑栋国率领的第二师 当时又被委屈了什么样的一个重任 这个郑栋国当时是第二师的师长 那实力属于第52军 52军军长是这个关林真 也是他军校的老同学 那他们是由这个第二师军团 军团长这个汤恩伯所率领 那在这个1938年的3月 第二师军团奉命 增援第五战区 那第五战区 司令长官是李宗人 那在这个南京失守以后 日军这个有一个 这个重要的作战计划 就是要把华北跟这个华东战场 连成一气 所以当时华北的这个敌军 就从金浦路 沿金浦路北段南下 那南京附近的这个日军 就沿着金浦路南段北上 希望能够会师徐州 而徐州是当时第五战区的 这个司令长官部所在 所以就展开了后来 这个所谓的徐州会战 徐州会战爆发之后 郑东国奉命 立即率领第二师 增援徐州 抵达徐州之后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下达命令 要求郑东国率部渡过运河 到运河北岸 想占要地 掩护大部队进攻 此时日军已经逼近运河 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局 郑东国手下的参谋长 书是存建议 如果在运河以北摆开阵时 时间已经完全来不及 不如退到运河南岸 沿着运河顾手 这样的建议让郑东国内心矛盾重复 违抗上级的命令不渡和 如果有所闪失 该如何交代 此时已没有时间犹豫 他当机立断 下令军队在南岸顾手 郑东国以免奠请上级 就自己的抗命行动 做出解释说明 以免果断的指挥部队 火速开往运河南岸 占领阵地 掩护有军集中 以确保徐州不失 运河北岸 大批的日军已经开始积极 积极准备渡河南范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郑东国帅主力 赶到运河南岸的立国义 立即拉开阵势 与敌人隔阂交战 日军凭借强大炮火 攻势如潮 危急时刻 配属该师作战的重榴弹炮营 及时赶到 郑东国立即命令全力射击 十二门大炮齐声怒号 全师上下殊死作战 日军不得不放弃渡河打算 沿早台支线 转攻台而装 后来日本一看过河也过不了 双方就隔着运河 展开那一炮战 打了一天 打了一天 他一看也过不来 所以只好就放弃了 直接渡过强渡运河的打算 就顺着运河向东进攻 就进攻台而装 所以台而装的战役 是这么大起来的 如果是没有这一场 应该说在抗日战争史上 也是好像都是 没有谁提起来这一次战斗 好像无足轻重 实际上没有这一次这么一个遭遇战 日本人直接渡过运河 那后来的战局是很难预想 郑栋国紧接着帅部开进运河以北地区 攻击藻庄 异城等地 在攻打异城的基战中 他亲临前线指挥 激烈的炮火中 不幸被略军一块炮弹皮 击中左胸 倒地 我祖父也很着急 自己就亲自到了前线 指挥那个作战 因为他一到前线以后 他带着一些参谋 这一些随从人员 有一个参谋 就用外眼镜 就观察敌人的阵地的情况 因为那个太阳快要落山了 所以那夕阳一反光 日本人就发现了 这时候这边好像也有 有中国军队的军官 什么这边在视察 所以马上就一拍炮弹 就打过来了 我祖父他们也没有防备 这个一大点烟尘滚滚 突然他就觉得 他这个左胸 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 扬面就倒了 两个卫士反应很快 马上就扑到他身上 就掩护他 那炮机过了以后 他们把我祖父拉起来一看 没事 炮弹皮击中郑敦国的伊莎娜 他只觉胸口一震 当他回过神来 下意识地在被打中的部位一摸 在胸前的口袋里翻出了一枚 被炮弹皮打弯了的银元 这件事情迅速传遍了部队上下 许多人开始说 震动国是福将 前一讲福将一般有几个标准 一个就是这个人长的福态 第二个就有福气 第三个人就经常传好消息 打圣仗 就是长圣将军这个意思 震动国他就符合这三条 一个他身材魁梧 慈眉上目 你看有福相 第二个他却福气好 他南征百战打这么多年 他身上没有负过伤 擦个皮都没有 没当片 这个确实是很传奇的 这个他就打了很多仗 他确实打了胜仗 经常的出去不胸 出去不胸 传播 捷报 台儿庄一战 震动国先后率部攻打枣庄 伟大摇一线 最后会同友军在阳楼抵戈一线 大败日军赖谷旅团和版本旅团 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台儿庄战役是中日开战以来 中国军队取得了一场重要胜利 中国军队一举建议了一万多的陆军 这次胜利让军队士气大振 李宗仁曾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描述到 捷报传出后 举国弱狂 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曙光 为抗战发动以来的第一块势 抗战发动以来的第一块势 描述的就是台儿庄大劫 台儿庄大劫之后 郑宗国和许多赫赫战功的将领一道 开始声明大造 刚才您前面谈到说 是一名副将 因为屡历战功 好像他最擅长的是精兵夜袭 这有什么特点 所谓精兵夜袭 就是说阻击突击队 精小的队友 通过夜幕的掩护后来突击点 这种战术的应用 郑宗国不是第一个了 但是它是应用的很成功 这一线这地方有叫九三 一个三桃就在县城旁边 九三的三桃 郑宗国主席的部队进攻 白天打了一天就没拿下来 后来他一看这个三桃的很倒壳 并且都是那个都石桃山 没什么掩护的 就是说白天部队要在敌人的 这个火力之下强攻的话 肯定是损失很大 攻不上去 然后他就商量 他就要致辞 他就夜里面挑出一个营的部队 带着那个轻武器 短枪啊 打刀啊 手榴弹啊 趁着夜幕 白天就这个 那个网上就潜伏在山底下 夜幕敌人都休息了 然后就爬上去 这样一几几个网上就把这个商量拿下来 面对当时日本的飞机 坦克 火炮等强大火力 我军常常处于不利地位 郑东国明白 正面强攻的战术在此时显然行不通 只有在夜晚时分 日军的飞机没有夜航能力 火炮也通通派不上用场 夜晚对敌人发动夜袭 把白天失去的阵地再夺回来 在郑东国指挥下 一个出色的金兵夜袭的战力 就发生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 在广西地区爆发的昆仑关战役 那说到这个昆仑关战役 再简单介绍一下 比如说当时敌我双方的这种军事实力的对比 包括最后是如何排兵布阵取得最终的胜利 在昆仑关自古以来 就是兵家的一个必争之地 他的形势非常的险要 所以这个排兵席研判 要这个拿南陵必先打下昆仑关 要打昆仑关是不容易的 因为他的形势非常的险要 加上日军在这边又做了非常好的 这个攻势的部署 这个轻动机枪交叉火王等等等等 所以当时他就向蒋介石这个请兵 指掉当时这个中央军最精锐的第五军 来担任昆仑关这个攻击的这样子的一个任务 而第五军是国民党这个中央军 这个金锐 也是当时全中国唯一机械化的部队 而这个第五军的军长是杜玉明 那还有这个荣誉第一师 那荣誉师的师长就是郑栋国 这个荣誉师的这个战士 都是受过伤 然后有战受经验的这样子的一些战士 所以这个对于荣誉师来讲的话 他们作战经验丰富 那也比较能够在短时间里面投入战场 所以郑栋国对这支部队是寄予众望 1940年元旦 郑栋国指挥荣誉师一二团余部 几个补充营向日军发起反攻 与千余名日军各战整整三昼夜 高地几四一手 最后双方形成对峙 在夜色的掩护下 郑栋国率领一支不足200人的惊悍突击队 突然向日军侧背 发起凌厉袭击 日军阵脚大乱 在中国军队的前后夹击下死伤惨重 开始全面溃逃 转眼到了1943年初 时值早春二月 蚕冬中已悄悄地透出几分春意 正在巴东的郑栋国 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 于是与太太乘上小火轮返回重庆 浩浩长江在重山峡谷中蜿蜒伸展 然而此时的郑栋国却无心留意船外的景色 他知道等待他的必将是新的作战使命 但他没想到这一次他将会走出国门远赴印度 当时蒋介石也挑选住印军的中国将领 他是破费了一份愁疏 因为在之前中国远赴军 关于中国远赴军的指挥权的问题 蒋介石跟史迪威一直有争执的 有矛盾的 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好 在震动国之前 就是在1942年第一次缅甸作战的时候 国民党是派了杜一鸣到缅甸 配合史迪威来指挥部队的 但是杜一鸣跟史迪威关系很僵 因为史迪威这个将军他很有个性 个性强烈很尖刻 绰号叫醋冠子乔 外国人给起的绰号 所以他们就向蒋介石建议 就说要他们推荐郑东国 你跟美国人在一块 你得要战功下去 这是一个前提 同时这个人他性格温和 好相处 见到蒋介石之后 郑东国才得知 此次远赴应免是要与美国人史迪威共事 当时不少的将领都以与盟军共同作战为荣耀 但在郑东国心中不免有些犹豫 出国作战人生地不熟 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摆在面前 蒋介石似乎看穿了郑东国的顾虑 很快对相应的安排进行了一番解释 不久临危受命的郑东国 担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远赴应免 1943年3月底他率军部人员乘飞机抵达昆明 与正在那里的中国战区参谋长 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首次会面 我祖父奉派到印度 先是出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的军长 后来又升任副总指挥 应当说这一段经历是他一生军旅生涯当中很辉煌的 至少在别人看来是很辉煌的这么一段时光 其实就他自己心里话来讲 他实际上是很难受的 那么一段时间 特别是前期 这个事情的背景是什么呢 这个背景是1942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这个大半地江山都被日本法制式军队占了 我们这个国家都很贫固 我们是靠着像美苏英一些盟国来支援我们抗战 在盟军内部 蒋介石和史迪威代表中美之间达成协议 即中国将领没有指挥和训练部队之权 只负责维持军技 史迪威大权在握 自视中国需要美元 将部队的指挥训练人士经理等权力 都集中在总指挥部 只留给军部以管理军纪的任务 对此担任军长的郑栋国虽然并不赞成 但却能做到以大局为重 尽量安抚大家 对将士们小以大义 多方劝导 尽量避免激化矛盾 美军参谋长权力是非常大的 这跟中国参谋长不一样 中国的参谋长就是提提意见 然后贡献给长官 你采纳就算 不采纳就算 采纳的话就OK 其实美军不是的 美军的参谋长是可以指挥军队作战 所以史迪威虽然在中国 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 他认为自己是有指挥军队的实权 所以常常在这块上面 跟中国的军队的将领 产生严重的冲突 虽然盟军是一个阵营 但是在作战之初 却并不顺利 被日军压制 损失惨重 史迪威将军退到印度之后 并没有因为失败而灰心丧气 他开始积极整顿部队 史迪威与英军驻印当局接洽 决定以印度边境较远的兰姆加营地 作为训练中国军队的基地 为重新打通滇念公路做准备 蒋介石对兰姆加训练营地 十分重视 1943年11月21日 中美英三国首脑 在埃及首都开罗 召开了著名的开罗会议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 在参加开罗会议归国途中 曾在蒙巴顿等英美将领的陪同下 专程视察了训练营 并检阅了部分驻印军部队 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缅甸作战到1943年10月份的时候 根据盟军的安排 部队就要开始反攻了 反攻的时候 部队这个出发点 就是从那个印度的边境列多 然后往沿山往缅北打 这就是当年这个中国 眼镇军从缅甸车到印度 这条路线 这个丛林地带 这个是绕原路回去的 1942年部队车退的时候 就是因为没有路吃了亏 所以部队损失非常大 所以这次部队反攻的时候 它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把它得从印度到云南 这个公路要打通 这个公路得作战 战略意义非常重大 1944年5月中旬 收复缅北要地 密芝娜的战斗打响 7月上旬 郑动国前往密芝娜指挥作战 他亲临前线 认真观察分析 守城日军的防守特点 这个史蒂威娜为死 先后换了四任美国的指挥官 后来他就跟我祖父商量 他说这个 郑动国将军 他说看来这个情况 现在看 你有没有可能 接下这个指挥的任务 把这个密支打尽快地打下来 他说我祖父还是到前线 经过了仔细的观察 最后呢 他召集这些军官们开会 就说这个 重新组织新的一轮进步 经过几天的这个混战 就把这个密芝娜 彻底地打下来 日本人逃走的很少 当时他密芝娜沿着一条江 有些人就抱着那个日本兵 就抱着那个汽油桶 或者扶着木头 顺江而下逃命 当时驻守密芝娜的日军的 那个最高的军官叫袁好三 好像是 当时以最后绝望之际 也抛斧自杀 几乎所有的日军 在密芝娜的守军 全部被我们消灭 所以这一战 应该说是奠定了 我祖父和史迪威将军 这个真正的心心相应的 这么一个合作关系 1944年8月 在中国军队和盟军的通力合作下 日军再次遭到严重打击 印度经卡蒙 孟拱 紫密之大之间的公路 铁路实现顺利通行 盟国欲望中国的战争物司 可以不再经过空中的驼峰航线 从陆路就可以抵达 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 抗战进入到1945年 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 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上 日本法西斯军队连遭惨败 郑栋国指挥新一军 先后攻克了敌重兵防守的重镇巴默 南侃 盟友 中国的驻印军在1943年的10月 发动第二次的缅甸战役 他要反攻缅甸 搭配驻印军的攻势 远征军在云南的远征军 也渡过怒江 发动边西抗战 所以这两支部队 最后在缅北的盟友会师 打通了整个国际接通线 所以从1945年以后 大量的物资 这个石油 汽油 就远远不断的 这个到了中国 这对于这个中国之行之后的反攻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 郑东国率领中国军队在千里之外的异域他国 克服种种困难 与盟军通力配合 给予日军惨痛的打击 1945年1月下旬 郑东国率领中国驻印军与中国滇西远征军 在中国边境城市碗丁胜利会师 中印公路全线达通 1945年3月底 新一军又相继占领贵街 心围 蜡树 细胞等要点 全部肃清了中印公路沿线 及周围地区的日军 那对于在抗战前后啊 这个郑东国取得了这么多的优秀的战绩 他得到了什么样的嘉奖 结束了这个缅北的这个战役啊 他就回到了国内 回到国内以后啊 就出任第三方面军的副司令长官 就跟着这个第三方面军啊 执行整个反攻的计划 那跟着他老长官啊 这个一起从事抗战第三阶段的这个反攻 我想这个是蒋介石对他整个战机 以及他调处能力的一种高度的肯定 郑东国不仅仅在抗战中 参加了许多重要的战役 打了很多胜仗 在部队中 郑东国更是一位口碑非常好的将领 郑东国这个人品 他的武德 在这个部队当中是口碑非常好的 这样做人上 他就 郑东国他给他自己的这个 他作用名 他讲他的作用名就叫忠诚老师 忠诚就是忠义国家 一来十五国 扶从长官 老师就是老老实去做事 老老实去做人 他就军中 他没有这个 他就特别这个 厌恶国民党部队里面很多 就这样的人 是这些耳于我咋呀 真功啊 是吧 这个 这个见死不救啊 像这些恶事 郑东国他 在他身上他没有 所以他军中 别的人对他 都承透了长者 他有长者的风范 1945年8月15日 日本法西斯终于宣布投降 从1933年 开始投身抗日一线 历经12年战火洗礼 信后南征北战 在国内国外 都曾有过抗日经历的郑东国 终于迎来了最终的胜利 胜利消息传来了那些天 这位战场上的一代猛将 反复引送着杜甫的诗句 见外呼传收纪备 出文替泪满衣裳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